身上机来来回回不停赶工 坐落在西雅图德克斯特大街333号 屋主大有来头 站地65万平方英尺 可以容纳2000位员工 未来5年还要继续招募 而且不只和谷歌脸书当邻居 甚至连亚马逊办公室也不到500公尺 距离之近隔空校正意味浓厚 除了总部地点要互尬真输赢 其实苹果和亚马逊就连产品也开始重叠 苹果推出Apple Card 亚马逊也跨足金融领域 推出信用卡业务 去年初也各自推出智慧音像 Echo和HomePod抢工家用商机 从产品规划载到总部设立 苹果脚步紧跟亚马逊 知己知彼互尬态度 火药味浓厚 三新闻黄雯慧报道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保护 ,经纪 traderüber